Hello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牡丹的画法 首先我们用白色加一点点大红调出粉色来 调完之后我们再用笔尖可以稍微的蹭一点点大红 这样笔上就形成了颜色渐变的效果 这样我们一笔画出去之后它就会有非常漂亮的颜色渐变 接下来我们先来按出它的前面的花瓣 我们从前面往后面画 从它的最前面 按完前面之后再我们来画一点窄一点的花瓣 因为这些花瓣是正对着我们的 所以我们画的时候要画的稍微的窄一点点 按的时候要注意稍微的后面的花瓣 一定要注意要压前面花瓣的这一种它的小的缺口 是通过后面的花瓣这样压出来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慢慢的压 压的时候可以把笔稍微的侧一点点刮出来 这样它就会尖锐一点 就压出来的痕迹就会细小一些 就不会出现一个非常大非常圆润的这种缺口 然后用笔的时候呢 花瓣的用笔的时候呢 可以稍微的扭动一下或者是转动一下 让它的花瓣显得圆润一点点 每一个花瓣一定要注意 每一个花瓣都是由后面的花瓣 把它的形状给它压出来的 所以我们一直要保持笔尖的颜色重 然后笔肚子上的颜色浅 一定要保持笔上的颜料变化 这样我们才能压出来 笔上的水分呢不要太多 水分太多的话呢它就容易阴开 可以稍微的干一点点 颜料可以稍微偏多一点 这样可能画出来的效果会好一点 我们果画是有一些详细录播教程的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可以给我发消息领取 接着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要补充的一些形 我们画完之后 基本上的形画完之后 再看一下有哪些地方的形 要稍微补充一下 一般牡丹呢是不要对称 就是中间不要画的两边对称 然后形状呢可以稀奇古怪一点 可以奇形怪状一些 接着呢我们再用加一点点腌制进去 用鼠红加一点点腌制 画一下花心处 顺便呢把花心处花瓣的花纹呢也压一下 花瓣的这种缺口再压一压 压花心处 最后呢我们再用一点点三绿 也就是我们的十绿 用来画画 十绿呢用来画花心 画完花心之后呢 接着我们用藤黄加白色来画花蕊 画花蕊呢可以直接按 也可以按完之后呢往里带都行 但是要注意的呢就是一端大一端小 外面这一端大 然后呢往里面花心处的那一端的小 用这样的线条来表示 画的时候呢稍微注意一下 树密关系有些地方呢可以画多一点 然后并不一定是每一个画的都一样大 有大有小的区分 然后有多有少的区分 同样呢也有偏白一些的 也有偏黄一些的 这样呢它的颜色变化呢就非常的丰富 那周边呢也可以再来一两点 稍微点缀一下 如果有喜欢古画的朋友呢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有时间呢可以跟着一起学一学一起画一画